各位好 各位十五亿华夏侄女 你们好 我是位俄罗斯的史学家 今天想跟你们谈一件事情 一件历史性的事件 从小周知再过一个月多一点 我们要纪念一个非常不同意寻常 一般的日子 七七罗沟桥事变 八十周年整前 在北京郊区罗沟桥 七月七日发生了一期 向我们中所周知 对后来有非常重要影响的一期事件 那就是在卢沟桥打向了 中华民族全面抗日抗战的第一枪 那么我们在欧洲 许多史学界都认为 这也是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 人类最血腥 最残忍 全球死亡人数最大的一期 战争的 开端 但是我今天想就是谈的一件事情 可能你们大部分人就不是很了解 那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地 跟七七罗沟桥事变有关的一些事件 在此之前我想唱两首歌曲 事先告诉你们 一首歌你们是非常了解的 但是另一首歌曲 恐怕你们就不是那么了解 第一首歌曲是这么唱的 起来不愿做努力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漏 组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 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 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 我们万种一心 冒着敌人的跑火 前进 冒着敌人的跑火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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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没必要介绍 这首歌的背景 第二首歌呢 就非常值得一提了 这首歌在一个国家 家与户晓 中文戒指 但是呢 很遗憾的是 尽管它跟 中国 尤其是跟 中华民族 抗日大业 机器 非常直接的有关 但是呢 令人遗憾的事呢 在中国 在华人圈之里 几乎没人知道 但这首歌呢 我用原本来唱 中文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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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 Advisory 一棒火 尷尬 根 любимый город может спать спокойно и в виде сны и зелени среди весны когда ж домой товарищ мой вернется за ним родные ветры прилетят любимый город другу улыбнется знакомый дом зеленый сад и любящий взгляд 如果你们问一下你们的祖辈的话呢 他们也许会告诉你们 这首歌呢我刚才是用俄语来唱的 是的朋友们 这是我苏联远化抗日志愿军 航空集团军的军歌 和前一首义勇军进行曲 他们有共同之处 那就是义勇军进行曲呢 他前程背景是 巨师文明的第二百诗 军歌诗歌 卢沟桥事件爆发之后 当然绝非有了 日本内阁和大本营 当然是少不了那个玉仑天王 可以说是 对全民清华 是续门已久 有备无患的 我不想在此争论 有关日本那个方面 建于全民清华 所做了什么 做了很多 许多东西呢 也许我们也不是那么现在了解 众所周知 当日本在我们共同庆祝的四五年九月三日 我再重复一遍 我们两国是九月三日 不是九月二日 也就是那时候所谓的太平洋夏威夷时间 在九月二日 我们两国呢 已经是九月三日了 签署了无条件投降协议之后 那个玉仑天王 没被送上脚心台 而且 有关于日本清华的许多背景 文件 重要的信息 至关重要的情况 没有被泄露 于是 众所周知 那个晚上 也就是一语人跟迈克阿瑟 谈了一个晚上的事情 在所谓的东京 军事法庭 远东军事法庭上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被我当时已经成了 司法将军的卢邓科 提侠过多次 美方一直避开了 也根本不愿 甚至是非常怕提这个问题 其实原因很简单 除了日本对华 清华 全民清华 这绝不是什么 中华世界 被日本所谓的 之外 很重要一点 在于 当时 卢沟桥事变事发之后 基本上所有的国家 那些当时是 国际联盟 也就是 现在的联合国的 前世 一直 一致 再 有了 日本的历程 除了 当时中华 华夏大帝 中华侄女 七子精英 要全力以赴 全民抗战之外 在 在 现在所谓的 外交 场合 当时的 中国政府的 外交部门 还必须要应付 孤军作战 涅流而尽 净净 但是 有一个国家 曾经是一个国家 挺身而出 涅流而尽 不顾一切 不单在 正式的 国际 外交 场合 支持了中国 同时 也给予了中国 最为紧迫的 最为直接的 最为实际的 甚至可以说是 最为国际主义的 综合援助 这就是 苏外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 建成 苏联 有一个问题 我现在想 提及一下 其实在 7月7日 日本 愿意 孤注一注的 对话 全盘 清华 出越了 中国方面 和当时 苏联的 方面的 初步的 预计 至少我们 方面认为 当然 首先 第一 日本 清华 在所难免 乃是 早晚 之事 但是 我方硕不估计 日本清华 应在 三八年中旬 甚至是更晚 但是 谁也没有 预料到 日本会 这么 急不可破 急不可待的 开始 他的血腥的 军国主义 背叛一切 人道主义的 清华 行动 还有一个背景 值得一提 自从蒋介石 在1927年 突发白色恐怖 全盘 挽共之后 当时 给予了 中华民国的 一手支持的 苏联 然而我们 必须再次一提 哪怕 除了 黄埔军教之外 是用了 我们当时 从东宫 我想 现在 收看我的 许多 中国人当中 至少 有亲戚 有熟人 去过 上彼得保 东宫 十月革命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阿布洛拉 寻扬剑 炮响 之后 我们从东宫 卖出了 用非常便宜的价格 几乎可以说是 免费的 给西方提供许多我们的国粹 国宝 油画 艺术品 等等 换取 珍贵的白银 在1924年支持了 甚至更提前 在当时 所谓的共产国际的框架内 支持了 孙中山先生的 辛亥革命 乃至于 正化民国的担持 我们用白银 用这么珍贵的 无价之宝 廉价的 免费提供的前提下 换取的白银 帮助中国政府 帮助孙中山 开设了 王浦军乡 帮助孙中山 东正 北伐 当时有一个叫 开伦将军 非常著名的一个军事高级将军 乃是我国第一个苏联元帅 直接帮助将军士 打了东正北伐 那么 我也必须再次一提 北伐的影子 其实也是从东宫 和别的我国的一些 国粹 出卖到 西方之后换取的白银 给当时的 已经是蒋介石政府 提供了一手的经济援助之后 进行 27年 大反攻之后 我国被迫 停止了一切 基本上一切 远助国民政府的措施 开伦将军也是 被 撤离回国 一直到了 三十年代 中期 乃至于可能 黄骨屯事件 918之后 斯大林 我国政府 感觉到 东方门户的 紧迫 火急 开始了 对蒋介石政府 立场的转变 其实呢 改变对蒋介石政府的立场 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的立场 从我方来讲 是非常被动的一个行为 因为 我们必须 忽视 多多少少也都忽视 蒋介石的 二期 大反攻 多持围剿 苏埃政府 但是 在大敌 当前之下 而这个大敌 是我们共同的大敌 如果你们也看过 同我一样 朱克福 苏联大帅的 回忆 一场他国国外的战争 因为这是为我们 门户而战争 它是这么直言不为 在六十年代中期 也就是我们两国的关系 极度破坏的状态下 这么直言不为 这么真实的 用军人的 非常直接的分布 来描述了 阐述了 当然绝非他一个人的 对当时的 情况的 抗战的看法 我国政府跟 中华民国政府 中央政府 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 在三十年代中期 就开始关于 联合应付日本的军事压力威胁 进行过多次的抄手 甚至 我国政府 在外交立场被动 正像我刚才讲过的前提上 给国民政府提出了 愿意在中国被侵犯 第三国侵犯的 甚至是武力干涉的前提下 给予一手的 军事经济 人员的原则 那么我就要提到 一个很重要的文件 叫 苏联中华民国 简称苏中互不侵犯条约 也可以称之为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那么对你们来讲 后者的称呼 可能比较 直接 容易了解 签署这个 协议呢 条约呢 无疑是从我方提出的 史书 记载呢 也就是近代史 记载是在八月二十一日 签署的 我觉得 这样的看法 有所 直接 和 不可观 其实呢 第一 这个原则性的文件 然而 我现在必须前提一下 要是要是没有这个文件的话 这个协议条约的话 那么 近代的 中国历史 首先是 八年抗战时 将至少要 与现在所不同之而重写 恐怕对整个 人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拖得重想 甚至是我跟美国的一些 二战史学家交流的时候 我就直言不韦地提过 会不会有 中途岛 大战 还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这个文件的重要性 在其签署之后 乃至于 四五年 九月三日 我们共同的九月三日 而不是所谓世界的九月二日 日本 接受签署 无条件 投降 协议 之前 一直是 日本政府 内阁 大本营 所关心之 极度的一个文件 我可以举这么一个例子 正是其重要性 1945年 八月三日 我情报部门 就结合过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甚至是可以说是非常有趣的一个 信息 情报 那就是 日本 情报部门 要动用 将近五十万 瑞士法郎 白银 银圈 想 从一个渠道 得到 关于这个文件的 相关的信息 不是全部的信息 不是全部的信息 而是相关的信息 部分的信息 这也足以 证实这个文件的重要性 和其 非同一半的范围性 关于这个文件呢 8月21日的签署 我一直是 非常 消极 甚至是批评性的立场 众所周知呢 当时的 中央政府 中国中央政府的外交部长 来了莫斯科 我方又派了 我外交部长去南京 那么就在莫斯科期间的谈判 就是从8月21日 1937年 到26日 谈判的强度 非常之高 之 击破 每天 双方谈判人员 谈判主人员 睡眠的时间 不到六个小时 有时候真的是 非情往事的 一直在谈 这是其一 其二呢 尤其是现在呢 关于这个文件 文件呢 关于这个条例的文款 文献的角度来讲 二战史 文献的角度来讲 我必须提出 这么一点 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文件 至今 没在 苏联时期 也没在当今的 所谓的俄罗斯时期 公开过 在 1949年之前 中华民国政府 前中华民国政府 没有公开过 退去台湾之后 台湾当局 致敬 也不公开 这个文件 关于这个文件 我在近 30年内 多次 给我国政府 方面 就一个普京 我就写了十几份信 乃至于 跟台湾当局 我多次刻过 可以说是想投 尤其是跟台湾当局 我讲了 这么一个问题 美国 至今 不公开 有关 1941年 12月7日的 日本偷袭 珍珠港事件 有关的文献 而 迫使日本 至今 也不公开 乃至于 分闭相关的 史学文件 文献文件 是可想而知 完全可以理解 为什么 我们至今 还要 分闭 尤其是 现在这个时候 还有点不好意思 我有过敏症 莫斯科呢 现在气候 很不好 所以呢 有点 过敏症的 突发 很保险 那么 那么 为什么 至今 尤其是在 今年 除了 15亿 华夏之地 子女之外 世界上 还有很多人 会 纪念这个 80周年前 7月 7日 所发生的 路口桥事件 还不把它 公开呢 我认为 我们 没有必要 至少从 我国政府的 角度来讲 根本没有必要 不公开 这个文件 同时 我也跟 美国政府 科想头般的 联系过 因为 众所周知 国民党政府 退居台湾 民国48年 公历 1949年 退居了台湾之后 国民党政府 把这个 非常重要的 文件 交付给 美国当时 也就可以想象 可想而知 现在至少 世界上有 三个国家 是 掌握了 我估计 美国人 也应该 全面性的 掌握 这个文件 当然 我在给 美国人 科想头之前 我自然而然的 也做好了 充分的 十项准备 美国人 是肯定 不会公开 更不可能 给我的 因为我 目前 可以说是 唯一一个 二战史 学者 研究 权威性的 可以说是 可以应付 类似的文件 文献的 这些文件的 处理 分析 是要有一定的 水平的 一定的背景 不是任何一个人 可以对其 进行相关的 分析 和论理的 这个文献的 款项 非常 值得再次一提 众所周知 日本对华的 就在 卢沟桥事变之后 也是动用了 本权来打 清华战争 可能你们都知道 苏联 航空队 航空支援队 也是 那么再次 我想一提 日本动用了 其80%的所谓 海军 空战兵 也就是 它的空军力量 它的空军力量的 实力还是很强的 那时候 我想没必要 引用 我们11年底的 空袭 珍重感来 证实这一点 814 中国空军的 光 台湾至今 还是光军节 817 年轻的 中国空军 全体将士 基本上是全体 卷取 殉国 那 817之后的空塞 谁打的呢 每当提到 苏联 航空支援队 我一直 有一些 急躁性的 甚至是非常直接的反感性的 回复 我 苏联 我 苏联原化 抗尔支援军 航空集团军 而且是至少三个航空集团军 两个战斗机 集团军 当时所谓的 诗啊 加强诗 一个轰炸机 集团军 我 三十五年前 基本上 也就快四十年前 开始研究 我们两国联合抗日的时候 而这是一部非常值得可歌可集 值得光荣教 共荣 共歌的一段历史 我就 说过 一个 自愿队 能挡住 当时 不管他是海军空 战兵吧 日本空军吧 直接用这个 语 来 形容当时日本的 航空军事力量 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是 航空支援队呢 很大程度上 这个责任在斯大林的身上 众所周知 当时抗战的时候 尤其在初期 也就是最艰难 中华民族 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中华民族 有很多 有很多罕见 日本的军事情报部门的信息来源 非常 广大 尽管我 苏联元化 抗治元经 在签署 书中互不侵犯 中书互不侵犯条约之前 那为什么是互不侵犯条约 蒋介石提出过 中书互不侵犯条约 斯大林拒绝了 互不侵犯条约 那么这个人 斯大林 是一个 思维 非常精明的人 斯大林的远战着驴 是局势文明 好好的想一想 书中互不侵犯条约 中书互不侵犯条约 其含义之深远 至少 可以让我们 不过分的 触犯 日本的那根 非常敏感的神经 或者许多日本的神经 一直到 四五一年三月 日本外相仿苏的时候 斯大林在 给他举行 送别礼的时候 在亚拉斯拉夫车站 给他 按照高加索 斯大林是哥罗西亚文 最高尚的礼节 给他闻了一个十字架 那日语相呢 就是说 两星星连都没有擦过 喷都没喷 就说了一句话 哎呀 就别提那些 也就是大不了 一个小小的资源队 然而 在非正式场合 斯大林多次提到 提及过 在打完这场战争之后 我们肯定要给这些人 定义 将给予他们真实 所应该享有的名誉 那就是 我苏联也还抗日支援军 因为 当时苏联基于中国的军援 远非只有战斗机 轰炸机 而轰炸机是 蒋介石 哭球斯大林支援 当时中国军队没有 轰炸机 日本有了非常 战略性非常强的 轰炸机 中国军队没有 没有轰炸机 你是绝对不可能 那么 营养 反制 甚至是 遏制 日本人的进攻石头的 我们派遣了轰炸机 我们派遣了 S-BEN系列轰炸机 网上错误都把它定义为 S-BEN2 什么叫S-BEN SKALASNOY MAMBAJIROSHI 快速轰炸机 当时突破列夫 老图不列夫 哭球斯大林 不要把S-BEN送给中国 因为36年的 西班牙内战的时候 我们就 唯一一个 没有给西班牙提供的 就是这个S-BEN系列的 轰炸机 给中国送去 这是什么一部 一个型号 一个系列的轰炸机 这是一部 日本九六十 当时是最新的 日本九六十 松下九六十 三零九六十 最新的战斗机 不是他进攻S-BEN 是S-BEN追赶 九六十 一个轰炸机 日本没有一家九六十 干正面跟我们S-BEN 对峙 作战 相反 多次是我S-BEN 系列的 轰炸机 去追赶 追击 日本九六十 战斗机 至少在 到了 1942年之前 那么 应该来讲 美国的B-29 空中 堡垒 之前 他一直是 当时世界上 最先进的 战略 战术 性 最强的 轰炸机 派遣 S-BEN 轰炸机 对整个 中国战场的 局势的 进展 起了 绝境性的 影响 我们派遣了 苏联 远 华航空 志愿军 两三个 集团军 两个战斗机 的集团 一个轰炸机 的集团军 给了我们 16个 苏联英雄 两个 苏联空军 总司令和 三个 副总司令 其中 给了我们 两个 第一次 两次 苏联英雄 获得这称号 那么 两次 苏联英雄 六个 一个 自愿性的 航空 对 不可能 如此之 飞黄腾 成名 之大 非常值得 一提的是 除了 派遣 航空志愿军 航空集团军 三个 上属之外 在 苏中 互不侵犯 条约的 框架内 我们还提供了 给中国 因为当时 中国确实 很融合 为什么 小日本能 打得这么 苍结 为什么 敌我 尽管 中国军队 以一比 十 一比七八的 优势 压倒了 当时 日本的 军队的数量 但是 战场的 战况 和战争的 延续 进展 极其对 中方 不利 因为中国 确实 很 像样的 步枪 都没有 当然 我们 最著名的 毛 毛 星 三七师 三八师 步枪 也就是 我祖父 被 我外公 被 打完了 魏国战争 一直用的 那支 著名的 墨星 三七三八师 的 步枪 西班牙 没去 首先 就 远赴了 武汉大会战 和贵南会战 也就是 宽伦关战役 战争 清几枪 著名的 非常先进的火炮 三八 火炮 那是我们打完整个卫国战争时期用的 营级连级的主要的火炮 给去中国 120 100 100 9 9 0 4 派击炮 全去中国 我们给予了中国系统性的军援 有 炮兵 那么 炮兵 武器 七届的援助 我就不提了 你们问一下你们前辈 他们是用什么火炮 跟人不能打 最先进的 坦克兵 古文 装甲兵 古文 T26式坦克 西班牙没去过 在我国还当时是 绝对保密的 在 武汉大会战和贵南会战期间 首先用什么 工程兵 顾问 卡拉金 中将 他的回忆录 尤其是给 武汉大会战的回忆录 至今 也是我们研究 武汉大会战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文件 当然首先是 白冲西的回忆录了 也少不了这个文件 这主要的文件 但是呢 可以说是 尤其在基层的 作战的描写 战术性 角度来讲 我认为卡拉金 中将的回忆录 关于武汉大会战 甚至是比 建功的回忆录 还要有价值 至少两者的互补性 非常之急 气象兵 对 当时日本 黄军 也没有像我们 那么发达的气象兵 然而气象兵 这一款项呢 这一兵种 非常重要 一五兵 多少 医生 军医啊 顾问 上了华夏 抗日战争 新闻兵 是啊 著名的当时 我们的一个记者 纪录片摄影师 电影导演 罗曼卡尔曼 亲手主办的一个 新闻报道团 一个团 上了 中华抗战前线 你在网上可以看一下 罗曼卡曼的报道 尤其是他拍摄的 宁死不屈的 桂林 描写了桂林大红杖 我再次也就不多提了 这是众所周知的现实 提起点 比较专业性的 比较史学的一些 可能有所枯燥的一些信息 书中互不侵犯条约 提起当然是 首先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金融帮助 经济帮助 因为当时中国政府 要在我国 采购军备 别的国家都不用 不给中国 他们不单谴责了在 世界国际联盟 国联上 谴责了中国 谴责了中国 为什么 因为中国要抗战 不愿亡国 为了 不愿当盲国奴啊 我还记得我在中国的时候 国文宇文教师一直流着泪跟我们讲 你们应该知道什么叫王国奴 他也是当时当难民 可以说是撤离了整个半个滑下大地 老一代的中国人知道什么叫王国奴 有一句话 抗战时候骂人 用汉语来骂人 最直接 骂得最凶的什么话 这还是不是中国人 千万不要忘华 这段历史 我们共同的抗战历史 当然客观性的来讲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万国政府 一直没有公开过 你们住 人人皆知的 库里仙科烈士 他甚至跟我讲过这么一句话 库里仙科 南下富华 抗战 远华抗战 家里 他奶奶 不知道 没人知道 只有在1974年 他们才收到 阵亡证事 1974年 库里仙科是 38年 殉职卷取的 应该38年 对 多少年 35年 之多 家人毫无应许 我研究过 许多阵亡的我们 我国僵士 许多人至今还不知道 他们的祖辈 真祖辈 真正祖辈 他们的父辈 是在哪里 是在哪里 捐取的 跟本体 涌眠于花下大地 多少人 千万不要忘记 我们这一段 共同的血战 抗战 共同的历史 好 有一点要提 军远如何记账 斯大林提出了 用白银 银圈 因为 兵荒马乱之际 所有的商骨 都不承认黄金 唯一值钱的 真正 有价值 而且价值不是浮动那么大的 就是白银 除了这之外 斯大林还提出 银圈必须是瑞士银行开的 为什么瑞士银行开 斯大林 远 住得 充分地认识到 欧洲大战 在所难免 乃至于世界大战 乃至早晚之时 一开张之后 唯一个地方的金融 保证 有价值的 恐怕就只有这个瑞士 他没有猜错 从此之后 一直到 本世纪 21世纪 也就是2000年年代 我们两国政府的 贸易 尤其是在中书关系破裂之后的 所谓的义货贸易 全是用瑞士 法兰 瑞士 是银行标价的 从此而 十元 我国给中国提供的军援 标价 除了是最新的我国的武器之外 世界上根本没有看到 见过的 标价 也只有实际的 市场价格的 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2015年 我 被 广西卫视 集团邀请 一起 我们在莫斯科 采访 我 咨询性的 顾问性的帮助了 胡香烈导演的拍摄 寻找巴布什经 宗孝 我在 广西 访问的时候 实际采访 时候呢 很多 广西 远老 都 讲过 苏联的军援 这真是兄弟般的军援 和那个所谓的美国的那个 飞虎队的飞机 可结成了真的是鲜明的对比 当时是淘汰的飞机 飞虎队 拿到中国来 用多少昂贵的价格 标价 卖给了中国政府 库里仙科 飞机 事故 被 当时重庆的空防 雾机 承诺 就是个非常显明的例子 斯大林 斯大林不单没有追寻 当时的 中国方面的责任 相反 提出 飞机是后来从长江里拉出来 我国政府 将给 DBR3 轰炸机 免费提供 所有的发动机引擎的 配件 发了将近28部 其实没必要这么多 就计下了三家吧 加起来的话嘛 也就是三四十二十二 准备的 超过准备的 提供的 免费的提供 发动机 这是个非常鲜明的例子 为什么要谈这么细 这些事情 也许呢 我可能阐述的 有点比较专业化 因为我毕竟是位 著名的史学家 权威人物 我就是想 给当今的 尤其是年轻 中年的中国一代 给你们提出 这么一个 提醒 建议 千万不要忘记 当时是我们 共同坐在 我们当时有一个 共同的敌人 就是日本 日本军法 日本军的作业 在 我们要共同纪念 而我们肯定 也会纪念 七七路沟桥事变 再过一个多月 我们一起要纪念 当然你们纪念的规模 肯定是要超过 我们的规模 我们的活动 相关的活动 可能是比较 有局限性 但至少是我们 不能在这方面 跟你们相比 请记住 我们也会 跟你们一起纪念 因为 在这个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唯一一个胜出兄弟般 战友般的制造的 就是那个 目前不存在的 但是在我们许多俄罗斯人 苏联人的心中 还存在的 那个伟大的国家 它的名字 我再重申一遍 苏外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苏联 我非常会感谢你们 如果你们给予我这一段 简单的参数 介绍相关的评价 不要客气 真金不怕火力 我就希望你们剥一下我的皮 给我提出 实际的 确切的 直接的 实在的 批评 和直接 多谢各位观众